大家好,我是豆妈 端午节快到了,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包粽子 有粉丝问豆妈选干粽叶还是新鲜的粽叶 今天和大家聊聊干粽叶和新鲜粽叶的区别 以及使用方法 包粽子,常用的粽叶分为干粽叶和鲜粽叶 这种干粽叶是经过烘干或者自然晾晒后变干的芦苇叶 在烘干晾晒过程中锁住了粽叶的清香 所以用干粽叶包粽子,粽香味会更加浓郁 干粽叶比较脆,不能直接使用 在使用前,干粽叶需要清水中浸泡半天 泡软以后用盐水煮5分钟,增加韧性 包的时候不容易破 新鲜的粽叶是这种弱粽叶 采摘下来以后经过保鲜技术,加工包装 鲜粽叶韧性好,不容易破,适合新手包粽子 使用前用盐水煮一下,不仅能杀菌消毒 还能更柔软更好包 干粽叶的香味更加浓郁 鲜粽叶韧性好,适合新手用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粽叶 好,好,好,好